後來 鄉親這個新聞 前期聲音來看 有著要靠大民眾機車下鄉的柯教服務 冠議員擔心保護處 跟中華鑑理站 在六港的地區 是在設立這個柯教新鎮住之後 頭一個這個新鎮柯長 冠議員也鼓勵 要靠機車下鄉的民眾 做回來參加行動鑑理站下鄉柯教的服務 整個大廳 摸摸都是人 這機車現場就有二、三十台 一早冠議員擔心保護部署 都是年輕 鄉親 賺到榜蘇家來柯教教 但是七月八月暑假期間 那為了因為很多學生在暑假 考上大學 家裡面會買機車 所以會需要考駕照 那服務處也在這個時候 在辦理機車下鄉考試 那今年的場地有變更 入考的場地會難度提高 那考試規則也變更了不少 所以很多考生也很認真的 在考前有來做練習 那這個場地的話是符合最新的 監禮站的規定的場地 是因應就是這次考試所 特別在規劃的 圓著肚子的標算 控制速度 加速增進 一般稍微地帶著算 就還要來登課 來 轉眼到一邊 機車路口 從今年六月分開始 除了沒有選六項的科研航母以外 還有另外選擇四項的科教航母 包括兩大小桌碗 變換車桌 在旁邊 以及停車還開 自從比試選擇南度以後 機車科教的合格論也隨著講解 不過我們六項的鄉親也很認真 早上到晚 利用時間來練習 難度有增加 那希望考生在考的時候要多注意 那這些都是我們平常 騎車在路上都會遇到的一些 跟自己切身的交通規則 所以要很了解這些規則 騎車保障自己的安全 那因為這次的考生報名很踴躍 那我們還有下一場的考試服務 是在國立的8月11號 那目前還有名額 有需要的符合的考生 請盡早報名 因為也是額滿機子 機車海洋科教的服務 八月十一號還會來機辦一場 鄉親如果是要做機車做 像路進場 就要先來增加加速的觀念 比較保持心安全 大中華新聞 林菊英六項 蔡宏博德